北京时间8月28日是,胡仁在进行了一番捕强之后球队阵容已经基本成型了,但我们仔细来看球阵阵容仍然有很大的缺陷,在外线很明显,球权不够分,球哥和龙多都是非常需要球权的人, 更不要提张黄了,张黄无球在手简直就是一个罗伯森,而内心问题更大,两个主力轮化基本上不存在防守,也没有什么能力,如果说碰到勇士或者碰到火箭,肯定会被卡佩拉和考新斯疯狂教育,胡仁必须解决这个问题,现在胡仁还在疯狂的联系优秀中方, 其中最为可能的就是卢尔登和两个手轮交换得到热火怀特赛德,怀特赛德在上个赛季能够拿到14加11的两双数据,在16到17赛季甚至拿下篮板王,他的内线实力不必多说,绝对是现在联盟中篮板最强的几名球员了, 他的加入也意味着胡仁的篮板问题彻底解决,胡仁完全可以靠着他一个人来撑起球队的进取防守问题,他和麦基将组成联盟中最恐怖的禁肥区, 这笔交易中胡仁还成功处理掉了卢尔登的合同,这是胡仁最希望看到的,毕竟这个合同读性太大,热火接下这个合同,完全是为了处理掉怀特赛德的长远, 现在的人或只希望换回来各种短约的进行重建,甚至怀特赛德的合同他们都无法接受,这是一笔双赢的交易, 对两支球队都很好怀特赛德能够在胡仁重生,你觉得怀特赛德下赛季会怎么样呢?欢迎大家留言讨论。